进口包款年终特卖三折起 年终要到了特卖厂一档接一档 即日起开始就进口包包代理商举办特卖 像这一整排已经装箱超过500款的商品 都是要送到特卖现场贩售的 其中旗下一个日系品牌因为单价过高 导致业绩不理想因此决定退出台湾 像这个包包原价要40004 因为要结束代理寄出三折价1320 还有原价要两三圈圆的皮夹 现在单一价990 等一下先别急着下手 代理商旗下的所有商品 都推出更优惠的瑕疵品出清 像这个手把上有点刮痕的包包 原价可要4000多元 特价后只要990 但数量不多只有两个 还有这个拉类地方已经变色的包包 原价要3300 出清价400 折扣诱人 但是品牌知名度还是颇受考验 品牌知名度好像不怎么高 但商品折扣吓得深 就是要信消费者逃出荷包 将商品换现金 东新闻台北报导 也就是要保持乎 在那里之前 人类肯 要 因为 就会有点